我跟朋友的事件其實蠻像 我用個比喻好了 兩個小孩子在吵架 吵完之後呢 雙方的大人就出現了 然後就有雙方的大人 就吵得更兇這樣子 我們都希望這件事情翻篇 對 我們都希望過去 我們都得繼續往前走 所以有讓妳困擾嗎 困擾是還好 因為我個人心理素質還蠻強大的 那如果我朋友的節目要 讓妳宣傳專輯 妳會上來嗎 她要請我 如果 好 那我會好好的練歌 呵呵呵 那妳沒有說才會買一張妳的專輯 不要啦 就覺得有機會的話可以鬆痛的 女性如敬近期赤之50萬 大手筆發行新單曲 只要和彼此的心堅定 幸福會為我們日降臨 不過還是逃不過被問2003年 衝動全台的捧恰恰光碟自衛案 覺得大家都會希望這件事情翻篇 其實朋友前 上禮拜還有順其關心我 因為之前發片 就是有周看記者有問她 對 那她是說祝福 那大概過了幾天之後她就問我說 欸 狀況好嗎 我就說有有有謝謝 那妳看到她這整個在運狀況 妳有替她覺得很辛苦嗎 覺得她真的蠻辛苦的 那可能她心裡承受的很多東西 也不見得是 只是媒體前面看得到的吧 我相信她承受了蠻多的 壓力 對 包括不管是自己的家庭工作 然後或者是經濟上面吧 所以妳現在的經濟狀況是不穩定的嗎 不穩定啊 因為晚宴這種東西 晚會活動不一定是一個月有幾場 所以都還在努力 這一波大概七八場吧 她現在高一大概十五歲 大概十多萬跑不了吧 對 因為她學費比較貴一點 那妳這樣每個月還有POLA可以存錢嗎 如今今年淡出螢光幕 靠組織活動為生 三年前還曾開過音樂餐廳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賄損三百萬 那時候還弄得很大了 餐飲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因為我那一陣子在餐廳的時候 身體也蠻不好 我那時候就是會很容易就是 暈眩 然後再來就是 心臟方面也不是太好 壓力也有啦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睡眠不足 其實2023年還是有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就包括說 被很信任的朋友騙啦 被騙還是被騙錢嗎 對啦 幾十萬 後來她怎麼願意幫妳錢 恩 就 就為什麼願意 沒有就給她POFB 因為她 她不是說光是這個錢的問題 我真正生氣是因為 因為我媽眼睛不太好 就是她在幫我買藥 買我媽媽眼睛的藥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是把錢拿去之後 又沒有買 就是錢歸錢 然後買藥的錢又是另外一個 我是因為後來知道這個 藥的錢被被騙 不過這個東西 自己心情很快就轉化了 妳現在還會像我愛情嗎 會啊 會啊 有少女心女 就是所以說才會有欣賞 那光想到欣賞的人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就會覺得很開心 媽媽會比較希望就是說 有人可以照顧啦 女兒就會在我房間門口 貼了一個桃花朵朵開這樣子 我就說好 開在我的那個工作上 這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天我明天就客氣笑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